各位,上天說到,聯軍在澤木俠的統帥之下,四萬大軍浩浩蕩蕩向北行進,他們翻過庫抹而山,順赤可亦河的蒙紮谷以下,穿過滅移汗山口,帶入滅移黑營的福地。 那原先呢,澤木俠他們本來想趁脫黑脫鴨泛臨的時候突然襲擊的,結果當他們的騎兵偷偷渡河的時候,就被脫黑脫鴨派來的人發現了。 這些人員就連夜跑回去向脫黑脫鴨報告說,糟了,糟了,蒙古人出出出兵了,河上兵馬眾多,若我有幾萬人正爭著過河啊。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,脫黑脫鴨大吃的,蒙古人的進攻目標,是對著我而來的,兵力之重,來勢之猛,不可以輕敵啊。 他當即吩咐步下,即刻召集步中,集合兵馬,準備迎戰。 跟著,他又派人前往阿拉斯部和俠阿鐵部,盡快等兩部抓緊時間集合兵力,向這裏集中,誓同蒙古人缺一死戰。 創促之間,脫黑脫鴨集合了一萬多兵馬,上一色能隔河谷,和敵人大戰一場。 看見滅兒黑人有準備,扎木俠對鐵木真和黃漢等人建議說,脫黑脫鴨上河谷和我們對陣。 我認為他打錯宣盤了,請你們看看,扎木俠講到這裏,用長槍向滅兒黑人的兵馬方向指一指就講, 脫黑脫黑脫鴨的軍隊,重其量不過一萬多人,我們人多世眾,一鼓作氣衝過去,滅兒黑人可以抵擋得住嗎? 黃漢聽了,立刻拍手說,妙計,妙計,一如敢辦吧。 鐵木俠也覺得這條計可行,就額頭說,我沒意見,就這樣做,請下令吧。 扎木俠一聽,立刻吹馬走上去高地,將手上的大旗一揮,大聲叫, 說,各位弟兄,向著夜晚的滅兒黑人重罵衝啊,衝入他們的軍隊,殺死他們。 這時,四萬鐵騎突然出動,好像平地刮一陣狂風,呼嘯著衝入滅兒黑人的軍隊, 他們大聲叫著,高舉著勒勒令的大刀長槍,好像天兵神眾那樣,從天移降地衝入脫黑脫鴉的兵馬當中。 滅兒黑人的軍隊,這時亂了大龍,脫黑脫鴉一見勢頭不對,連著勒尊馬頭, 他不敢翻回去住地啊,從側面扔過去,誰知扔出沒多遠,忽然間聽見一聲大喊, 死賊仔,扔去哪兒啊,還不落馬受死? 脫黑脫鴉嚇到丹哥頭一看,有五六條大喊橫刀立馬擋著自己去路, 他振作精神,手握大刀,大聲渴望,我是押刀翼踢破的首領脫黑脫鴉, 誰敢攔著我去路啊?說完,他大多輝,吹馬衝上前, 那原來,這幾個人,正是鐵木真和他的兄弟,他們隨著鐵騎衝入滅兒黑人的兵馬當中, 先是斬殺了一陣,看到穿著頭目服裝的一個人掉頭逃跑,就跟著追過來了, 一聽說他是脫黑脫鴉,鐵木真是生得不得了,正是仇人見面,分外眼紅, 他將大多輝迎了上去,兩個人在馬上面各輝大多博殺,來來往往打了十幾個回合, 脫黑脫鴉擔心被他們圍住,連續虛仿的刀,使一個金銜脫鴉的計策,拍馬就丟,鐵木真正要追趕, 哈薩兒總已經彎弓搭戰,只能一聲一箭飛過去,哈,誰知這個脫黑脫鴉認真老奸巨惑, 他將身體捕在馬背上面,竟然避開了這一箭,哈薩兒一怒之下,縱馬追過去,趁勢又射出一箭,射中了脫黑脫鴉的左臂, 只見他馬上身體一閃,差點跌落馬,哈薩兒還想再射第三支箭,可惜那個脫黑脫鴉已經跌得遠了, 只要素姓回來,他說,嘿,你辭職了他了,鐵木真正對大家說,快點找撥兒接啦,於是他們重新殺入混亂的滅移黑人當中,由於脫黑脫鴉的出途,滅移黑人沒有了首領,無法這組織有效的抵抗,一萬多人馬很快就潰亂了, 澤木俠和黃漢等人率領騎兵,對滅移黑人大開殺戒,脫黑脫鴉這支人馬,被殺到絲橫谷地血流成河,聯軍騎兵跟著人群追殺劫略, 那些滅移黑人失去軍隊的保護,只要俘虜攜友拖兒債女,沿著河流失魂落魄地連夜逃走,聯軍一邊追來,一邊截獲財物,大肆搶掠, 唉,到處人喊馬叫聲,哭喊聲響成一片,但這一陣子,鐵木俠卻無心撕殺,他一心只想找回自己心愛的妻子, 鐵木俠卻無心撕殺,在一片恐懼和垂死的叫陷聲中,他亦大聲叫, 鐵木俠卻無心撕殺,你在哪兒啊?鐵木俠在混亂的人群中奔跑著, 睜大雙眼四處地找,想從逃難的滅移黑人當中找到他心愛的妻子, 只但人山人海吵襲混亂,大哭小叫,雖然是越色透明亮如白皺, 哪兒見到撥兒鐵啊?難道撥兒鐵被滅移黑人殺害了?鐵木俠這樣想, 他一伸手握著正從自己身邊飆過的一個女人,問他說, 撥兒鐵呢?你認識撥兒鐵嗎?她在哪兒啊? 我那個女人嚇得戰戰兢兢,刺動非動暗靈在另頭, 很久都說不出話,只要放他走了,鐵木俠越想越不妥, 他想,撥兒鐵很可能已經不再人世了,滅移黑人將他搶來之後, 怎可能不想強暴他呢?何況他生得這麼美貌出眾, 撥兒鐵堅精不從,不願意失身於賊人, 結果被滅移黑人殺害,這些不是不可能的。 從鐵木俠看來,撥兒鐵是人世間最靚、最善良、最堅強的女人, 她絕對不會輕易任人侮辱的,因此遭到殺害,這些是極有可能的。 鐵木俠的心想,但他還是不死心地從村流不適的人群之中搜索。 此時此刻,撥兒鐵究竟在哪裡呢? 當鐵木俠的四萬聯軍突然出入滅移黑人的營地的時候, 好似一場大禍從天而降,那位大力士赤勒格爾, 當職遇感到危險,他很傷心地對撥兒鐵說, 他們是為你而來的,我們滅移黑人,而因此才遭致滅頂之災。 說完,他還在牆上拿下大刀,對撥兒鐵說, 你還是跟我一起丟入山林去呢? 不然,我就殺了你,因為你肚子裡已經懷上了我的骨肉, 它是我們滅移黑人的骨肉。 撥兒鐵看著他手上納納頂的大刀, 不方不望地對這個和自己同床共枕近九個月的男人釘了幾眼,才慢吞吞的。 原來我看你是一個正直誠實的男子漢, 才把身上最寶貴的東西給了你,做了你幾個月的虧欲工具。 就算我懷有新人,你有沒有放過我? 現在,我的丈夫興兵來找我,你不僅逼我,還要拿刀殺我。 你的心胸多麼狹窄,你的靈魂多麼卑鄙, 你的行為像是一個男子漢嗎? 說到這裡,撥兒鐵站起來,指著搶外漸漸傳入的叫喊聲繼續說, 因為你們搶了我,我的丈夫才輕兵前來問罪。 如果你再殺了我,我的丈夫會善罷干憂嗎? 到那時候,就你們滅移黑人的滅頂之日。 聽了撥兒鐵的這段責備之後,赤勒格爾無話可說, 只要對她說,唉,我哪裏想殺你啊? 只是想你跟我走而已。 我不想失去你,你知道我多麼捨得你啊。 說完,她又想過來抱她,被撥兒鐵用手擋了過去,她說, 如果你真是喜歡我,對我好,就應該給我留下一個完整的好印象, 不要讓我離開你之後,恨你入骨。 這時候,外面的喊聲越來越近了。 撥兒鐵指著門外紛紛跑動的身影,又說, 不用多久,我的丈夫鐵木真就會來了,她會放過你嗎? 我們還是好來好散,你還年輕,美馬的女人大把多了, 你自己要碰一碰運氣呢,為何要把我們兩個人綁在一棵樹上吊死呢? 赤勒格爾想了一陣子,只要說, 那就照你講的去做了。 原來搶你的時候,我們是在車上發現你的。 我家裡有一部車,你還坐上去,還是由那個老夫人幫你趕車去迎接你的丈夫呢? 說完,赤勒格爾走到撥兒鐵面前,伸手把他抱起來走出去,放到車上, 又心情地摸著他肚腩,細聲地說, 它是我的骨肉啊。 撥兒鐵推開他的手,提醒他, 他說,我告訴你,它不是你的骨肉。 我懷孕之後,被你們搶來的。 而且在這裡,只有幾個月的時間,怎麼可能…… 沒有等撥兒鐵講完,赤勒格爾立刻打斷他的話,急到滿面通紅大聲爭面說, 不是,不是,它是我的骨肉。 這時候,嚇殺聲更加近了。 撥兒鐵推著他,說,不要爭啦,你快點走吧, 再等一會兒,你就走不出去的了,保命緊要啊。 赤勒格爾聽了之後,依依不捨地看著撥兒鐵, 忽然又過來抱著他,疼了幾下,伸手又摸摸, 他那個挺得很高的肚腩,還是不捨得離開。 這時候,撥兒鐵用手指向東北方向大聲說, 快點走吧,他們就要殺來了。 說完,用力推開他的手, 赤勒格爾實在無法指了, 才突然一轉身,南開大埔,趁他黑暗和混亂, 很快去眾生鑽入峽谷裡面。 見到赤勒格爾高大的身影消失之後, 撥兒鐵才大聲招呼老伯人潑亞黑屋,對他說, 我們駕上車,去大路上等著鐵木真, 他會來的,一定會來接我的。 於是,主伯兩個人還駕起那部牛車, 走在雜亂的屠爛滅兒黑百姓中間, 牛車正在人群中堅困地走著, 忽然間,撥兒鐵聽到鐵木真熟悉而焦急的呼叫聲, 他馬上跳下馬車, 和老伯人潑亞黑屋一起擠過勇擠的人群, 向著鐵木真呼叫的方向跑過去。 剛剛跑了一段路程, 撥兒鐵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猛地喘息, 撥兒鐵屋走上來, 很關心地指著他的肚, 細聲說, 你不能夠再跑的了, 會弄傷肚裡面的小孩的。 撥兒鐵無可奈何地另一另頭, 這時, 月光從雲層裡面探出來, 將銀色的亮光灑向大地, 照到周圍亮如白皺。 撥兒鐵放眼向遠處一望, 忽然間很驚喜地大叫, 哎呀, 是他, 是鐵木真啊。 撥兒鐵很快地認出鐵木真, 他站在那匹銀俠馬上面, 還在東張西望地找著自己, 於是, 他好像瘋了一樣, 一邊跑一邊哭, 猛撲過去, 身手緊緊拉著銀俠馬的江城。 鐵木真也認出來了, 認出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, 他馬上跳下馬, 伸開雙臂抱著撥兒鐵戰鬥的身軀, 緊緊抱在懷裡面。 離別了幾個月的夫妻, 在這個萬馬千軍平勢的戰場上重逢, 哎呀, 真是悲喜交集。 這陣時的撥兒鐵, 激動得猛狂流眼淚, 嘴唇嘀嘀嘀鎮, 只一句話都說不出口。 這裏有重逢親人的歡樂, 終於見到焦直思念的丈夫。 特別是鐵木真, 還像以前那樣愛著自己, 對自己還那麼忠誠, 那麼有激情。 為了能夠重生得到他, 鐵木真居然動員了四萬鐵騎, 組成了巨大的聯軍, 將滅兒黑人打到人仰馬番, 四散逃跑。 但是, 在這段日子裏面, 自己竟然背叛了他, 成為仇人的懷中患物。 唉, 這些難言之忍, 令撥兒鐵好難堪, 亦難以啟齒。 空懷大道的鐵木真, 對撥兒鐵被搶之後的一些情形, 既不追究, 更不怨啼金。 在這個唯妙的問題上, 鐵木真表現出明顯的冷靜, 對自己的妻子有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怨恨。 有著坦蕩氣概的鐵木真, 立刻撥兒鐵當時的艱難處境, 於是他從來都不計較, 對那段日子呢, 他一直畏莫如心, 表現出大丈夫的氣概。 夫妻屯完之後, 鐵木真立刻派人通知札木俠和脫利王漢說, 我的外妻撥兒鐵已經找到, 兵馬太辛苦了, 晚上行軍也不方便, 不如走在這裏紮營吧。 當鐵木真和撥兒鐵他們回到營帳的時候, 他又不見了別勒古台兄弟, 大家正去找的時候, 撥兒鐵反而想起自己回來的時候, 別勒古台向他打聽他母親速赤的去向, 當時款亞克屋告訴他, 他母親住在附近樹林哪個帳篷裡面, 別勒古台就拍馬上前去找, 但是這位速赤呢, 他是有火高尚的深薄, 他告訴周圍的人知道, 那些人都在這裏預言, 我兒子將來一定會成為高貴的親王, 但是滅兒黑人將我搶來之後, 他們強迫我和一個壞人同居, 今後,我還有什麼面子去見我的兒子呢? 說完,速赤就換上一件舊羊皮奧, 連續從東門走出去, 然後快步走到密林裡邊, 而別勒古台呢, 竟然來遲了一步, 等他千方百計找到這裏, 竟然已經不見了母親的影鐘了, 這位正直孝順的漢子, 一時之間的心很痛苦, 門向怒火, 就拿那些逃跑的滅兒黑人出起, 他彎弓搭箭, 見人就寫, 一邊放箭, 一邊對那些滅兒黑人大聲說, 還回娘親給我, 還回娘親給我啊! 失去娘親的悲痛和仇恨, 使得別勒古台難以控制激動的心情, 他一年殺死了三百多人, 才感到疲累不堪, 不得不睡在爐邊休息, 直到鐵木珍和哈薩兒他們找到他的時候, 才如夢荒醒地回家休息, 當晚, 鐵木珍把伯兒貼抱在裡面, 他說, 你回到我身邊, 我的心真的很高興啊! 這時候, 鐵木珍見到伯兒貼的淚水, 好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猛地流出來, 他不如問, 貝兒貼, 我心愛的妻子, 我們今天重逢, 你應該高興才是, 為何總是猛地流眼淚呢? 撥兒貼, 將頭埋在鐵木珍的懷裡, 肯定說, 我的心, 我的心總是覺得, 對不起你, 我… 鐵木珍只用手掩著他的嘴, 不讓他講下去, 安慰他, 不要再說了, 我理解你的苦衷, 我不計較你, 更加不會怨你, 你還是我心愛的妻子, 無論是現在, 還是將來, 永遠都是我心愛的妻子, 聽鐵木珍這樣說, 撥兒貼就哭得更加傷心, 更加厲害了, 他竟然拿起丈夫的大手, 在自己面上啪地刮了一巴, 哭著說, 鐵木珍, 你打我了, 你打我了, 或者我的心情, 會好受一點的, 經過鐵木珍反覆苦慰, 再三遠遇溫泉, 撥兒貼才安定下來, 突然相失鬼鐵木珍面前說, 從今以後, 我撥兒貼做牛做馬, 也要報答你對我的治癒之恩, 而且生生世世, 永遠永遠。 鐵木珍重新又把我抱在裡面, 好心情地說, 我們既然是少年結法的夫妻, 當然要白頭鞋老, 生生世世, 永不分離。 各位, 鐵木真是搶回自己的妻子撥兒貼嗎? 但又是有魔爪伸向撥兒貼, 欲知後事如何, 且定下回分解。